1 2 3 言之不! Tumi 变得先吃 真假 嗯? 我们上次去马来西亚 你还记得吗? 对哦 为了邪剑金的前世会 我们第一次去马来西亚 然后再一次想吃 因为我们上次去的食物 只有两点 不够! 然后没有吃到什么 是很单地的 或是什么 马来西亚 有马来西亚的感觉的料理 我们想要更享受 对不对? 所以没关系 今天在台湾 可以体验马来西亚的味道 但是我们不知道 马来西亚的事情 不太熟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 特别来宾 就是Soya 啊~~ 哈啰 大家好 我是Soya Soya 你是马来西亚人对不对? 嗯 然后你可以介绍 马来西亚的料理 没问题 哦~~ 我们想吃什么? 泡面 马来西亚的泡面 然后 请用马来西亚的泡面 就是鲜 然后我们第一次来 第一次来 7.1 然后吃 你已经吃了 我在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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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的计划是 挑战看看 马来西亚最好吃的泡面 Soya 这个知道 我们来台湾念书的人 一定一定一定会戴这个 哦 哦 这是最有名的哦 我们最常吃的 哦 又便宜又好吃又加的味道 这个看起来很辣辣 我不吃辣 所以我都是吃鸡的口味 这个口味是辣的口味 哈哈 咖喱的口味 你是不是马来西亚人啊? 我们上次去的时候 马来西亚的料理都是很辣 然后他们都说 哎 这个很甜耶 对的 我又对不起 我又对不起 哎呀 你不会吃辣的 我会吃天生 不会吃辣的 哈哈哈哈 天生的 天生的 我一吃到辣 我嘴巴就会肿 哈哈哈 所以先喂 先喂一下 这些人 比较少见嘛 就是在马来西亚 不吃辣的人 也有辣 也有跟我一样 哈哈哈哈 不只是我辣 你不是孤单啊 好 这个是最有名 那我们先吃看看这个 哦 这个 对 它就是咖喱的味道 这个看起来没有很辣 它不会很辣 可是对我来讲很辣 我们先吃好吧 嗯 诶 应该没有很辣 这个颜色也有点辣 吃咯 哦 辣 辣 哈 那你也很不会吃辣 一点点 但是这个完全可以接受 哦 这不是 诶诶诶 那种 但是我觉得味道这个很好吃 在日本呢 好像没有这种果味的味道 就很新鲜 应该要放一些材料吧 我们通常都加蛋 不是什么青菜啊 之类的 嗯 对 只是豆皮吧 哦 我觉得真的很好吃 耶 果然是马来西亚 自己有名的 当然啊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就这样吃看看 但是咖喱的味道比较香的 这是真的咖喱口味吗 应该不是 你念这个 咖喱 咖喱是咖喱吗 嗯 哦 不一样的 在里面还有台湾的咖喱不一样的味道 平常有青春的 这个是一个多少钱 可能 10元 大概是台币新的 对 台币新的 哦 哦 好便宜耶 所以你们从小时候一起吃这个 因为这个牌子叫玫姬 有名的 就是我们很常吃 吃到 不管什么泡面 我们都会叫它玫姬 哦 对对对 就是你要吃玫姬吗 就是泡面的意思 哦 那么喜欢 对 代表它就是蛮有名的 而且应该是很久了 玫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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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耶 玫姬 玫姬厉害耶 那索雅你也吃看看 你会不会觉得很辣 这个其实还可以啦 不过还是要喝水 如果这个觉得很辣的话 真的是不能接受辣的 因为我们两个都没问题 还可以冷 可是里面已经很烫了 真的哦 有水吗 哦 它直接 哦 它会吃玫姬的鱼 那么快 我还准备这个 回来了 鸡票很便宜啊最近 所以你觉得有一点辣 可是好吃 它有水就很好吃 这个不是在西景最好吃的吗 好像不是 不是吗 很可惜 它不是 马姬 你很苦心耶 马姬 你加油啊 哈哈哈 那第二种就是我们 2014年 西景第一名的泡面 这个 噢耶 噗耶 白咖喱 白咖喱 试试看好了 很辣 因为西景第一名 没吃过这么厉害的泡面 哇 很辣吗 嗯 好吃耶 这个没有辣 有辣有辣 但是可以接受 里面有很多虾子的味道 啊这个 越滋越辣耶 但是这个的话 跟白饭一起吃的那种 应该很配 真的咖喱味很少耶 我觉得整个都是虾子的味道 这个包装也有虾子 虾子 但是马来西亚人 你那么喜欢咖喱味道 喜欢吗 我不知道 哈哈哈 但是这个在日本 一定没有的味道 我们没有吃过这些东西 那你们在日本有咖喱吗 有有有有 比较甜的 比较不辣的 那我可以吃看看 我可以吗 我准备好水了 哈哈哈 那可以 这看起来就很辣耶 比马鸡辣 红红的 素芽香 对 应该是吧 这个真的不算 嗯 那是真的好吃 好吃好吃 那接下来 第三种就是 2015年的细节第一 啊一样的品牌 它的品牌名字叫 麦瓜里 麦瓜里 皮囊 红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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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名 红红 在日本也有很多 哇 这个颜色 黑红 黑红 我现在吃一次吧 有酸酸的味道 红红 红红很酸吧 很酸辣的 这个比较辣 有点低的 刚刚的比较辣 对对对对对 酸味皮辣 真的有马来西亚的感觉 我比较喜欢这个 我在日本的时候不吃东南 这个酸酸的 辣吗 有一点 然后这个酸味 这个我第一次吃 可是你日本没有吃过 有吃过 但是它是绿色的 这个马来西亚的味道的话 真的第一次吃 然后这个的话 我比较喜欢 比较好吃 那我们就进行下一个泡面了 你这个包子是什么 我这个厚镜厚到现在 哈哈哈哈 我试一条 告诉我们 这是渐渐的 中央的味道吗 我觉得 你们只会知道 我是真的不可以吃 哈哈哈哈 好香啊 真的很香啊 真的很香 这个 这个 我来试试看 没有啦 真的 真的 没有 哈哈哈哈 真的结辣 这个是在马来西亚 常常吃到的 酸酸的味道吗 是 我觉得是 我虽然没有很常吃 但是我知道那个味道 很香 可是很辣 所以马来西亚泡面 有很多很多的种类 有很多很多 比较常吃的 就是玫瑰 马来西亚 你们知道有两个岛 那我是在东 然后你们那时候去的是西麻 那这个比南也是在西麻 可能那边比较有名 我不知道而已 应该是看地方吧 马来西亚的朋友们自己做料理 在马来西亚的朋友们自己做料理 在马来西亚比较常是家里的 哦 所以买泡面的人也很多的 我觉得 但是建议不要太常吃泡面啦 不健康 不健康 但是我们准备 还有一种啊 就是这个 嗯 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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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次学 米 米 這個真的好吃 有點甜甜的味道 你有吃到那個蔥嗎? 哦 這是嫁蔥 這個嫁蔥真的口感很好 很脆脆的 然後醬的味道 什麼? 甜的 甜的醬油 因為我可能是 這個非常好吃 沒有辣 真的好吃耶 好吃嗎? 這個2019年 1919年 你這樣講 由三豔加半來決定 我真的 應該台灣人也喜歡 日本人也會喜歡 現在在世界上 我喜歡 應該小朋友也可以吃 所以這個的話 會加什麼? 蛋啊 或是 我想加半熟蛋 哇 有蛋黃流出來的那種 有啦 這個一定好吃 吃蛋 這個我可以全部吃完 哦 終於來了 加的味道 它看起來很開心 終於吃到了 快吃 吃蛋 好 結束了 我們今天吃了四種馬來西亞遊民的泡麵 那正常可以問你 最喜歡的是哪一個 果蘭 辣吧 嗯 這個三種也喜歡 但是果蘭沒有辣的 你也不喜歡吃辣的 你可以吃可以 但是沒有比較好 我也覺得這個 SET UP 果蘭最SET UP 那索亞 你最喜歡的是 SET UP 啊 哈哈 那麼快 但是他們三種對我們日本人來說 真的沒有吃過 如果放一些什麼蝦子啊 或是蛋啊 或是什麼青菜啊之類的話 應該會更好吃更好吃 但是我們很開心耶 又吃到了馬來西亞的一種 泡麵的文化 吃的文化 你們去馬來西亞玩 其實可以去吃 就是真正的 對 這個料理 哦 對 不是泡麵的 對 你們會很喜歡 現在我們已經繼續 那個泡麵的味道 所以應該在當地吃的馬來西亞的 真正的麵 應該更好吃吧 超級期待 可以比一比啊 我也期待回家 哈哈哈 那今天的影片到這裡 謝謝 索亞 不客氣 呃 呃 謝謝 什麼 謝謝 不客氣 不客氣 SAMASAMA 什麼SAMASAMA 不客氣 哦 不客氣 什麼SAMASAMA 這是 好 那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